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金 今天是加東時間2024年7月24號星期三 剛剛中共有一個舉動 算是徹底激怒了以色列 就是7月21號到23號這幾天 有14個巴勒斯坦派別的代表 在北京舉行了所謂和解大會 其中就包括了以色列的死敵哈馬斯 結果是簽署了一份宣言 叫做關於結束分裂 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 這裡念標題得順便提一句 其實並不存在一個在血緣上 或者語言風俗上單獨的巴勒斯坦民族 準確的說就是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阿拉伯人 他們的語言是阿拉伯語在東地中海地區 被稱之為黎凡特地區的一種方言 只是在20世紀隨著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 當地的阿拉伯人覺得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在一個民族旗幟下 團結起來對著幹呢 所以巴勒斯坦民族這個說法才逐漸興起 它就像是現代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雖然建國 但是並沒有一個現代埃及民族 沒有一個沙特阿拉伯民族一樣 他們的人口主體其實就是阿拉伯人 也就是在中世紀被稱之為 貝都因人伯伯爾人這樣的族群 講中東問題就和講金融問題一樣 就是麻煩就有很多概念要解釋 那北京搞的這次巴勒斯坦十四邦大會 它的活動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針對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於本週四即將舉行的會面而來的 美以這次會面的重點是爭取人質的釋放 還有停火以及在戰後怎麼樣重建巴勒斯坦的問題 焦點還是聚集在哈馬斯身上 以色列的訴求是一定要徹底剷除哈馬斯 包括在政治和軍事兩個維度 既不能夠讓哈馬斯的武裝力量繼續存在 也不能夠在政治上容許他改頭換面 他的成員又換一個頭銜 又去參加未來的選舉 加入未來的巴人自治政府 那也不行 不能讓哈馬斯以任何形式 未來構成對以色列的威脅 而北京剛剛舉行的這個巴勒斯坦什麼團結大會 其實目的就是在政治上給哈馬斯以出路 就是要庇護哈馬斯 中共認為在軍事上肯定是不能夠干預了 哈馬斯在軍事上被打散是無可避免的 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 他都不太可能恢復元氣 繼續挑戰以色列和西方世界 但是有必要留下種子 以後趁勢再以某種方式發揮作用 中共作為這次會談的發起者 又是提供場地的人 那很顯然呢 已經算是哈馬斯的直接庇護者了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在巴勒斯坦的在地代理人 也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簡稱叫法塔赫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本次對話最核心的成就 就是明確了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 那也就是說 中共在表態 我保護的並不是哈馬斯 而是支持巴勒斯坦組織 去吸收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派別 來重建戰後的當地政權 那我們要理解中共到底在下一盤怎樣的棋異 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最終又會產生怎樣的客觀效果 就還是得梳理一下矛盾的淵源 講中東問題就是比較麻煩 但是麻煩歸麻煩 咱們還是得解釋 哈馬斯這個組織 它一開始其實只是穆斯林兄弟會 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分支機構 是當地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 但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那個所謂的巴勒斯坦人大起義之後 它開始展露頭角 它表現得非常激進 不斷地襲擊以色列的軍事哨所 和猶太人據據點 那後來隨著巴勒斯坦人早先的主流機構 巴結組織受到打擊以後 開始走向溫和 在美國的斡旋下 開始與以色列談判以後呢 那激進的巴勒斯坦人 就逐漸地匯集到哈馬斯旗下了 2002年的時候 美國小布什總統 提出了一個中東和平計劃 其後幾年 在聯合國還有其他一些大國的參與之下 2005年達成了一項所謂中東和平路線圖 按照這個方案呢 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了加沙 第二年舉行了巴勒斯坦立法機構的選舉 希望就達成一個有代表性的溫和的巴勒斯坦人政府 以色列呢也逐步撤軍放鬆軍事管制 這樣未來實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處 想的呢是挺美好 但是這個方案是非常典型的體現了小布什總統的丹香斯 他就認為啊 民選出來的政府就一定是溫和政府 民主選舉就一定會帶來妥協與和平 事實證明不是這樣 在巴勒斯坦這塊流了太多血的土地上 在這塊被仇恨耕耘了太久的土地上 單靠選舉並不能夠保證產生溫和的政府 結果是2006年巴勒斯坦的立法機構選舉 是反優反美的哈馬斯大勝 那個法塔赫反而淪為了少數黨了 發生這一幕以後呢 小布什總統又毀奇了 他沒覺得是自己的想法有問題 而是覺得選舉有問題 所以小布什就支持巴勒斯坦總統 也是法塔赫主席阿巴斯去解散 哈馬斯所組成的新政府 重新再選一遍 那這樣呢就激發了 哈馬斯和法塔赫之間的攤牌就掀桌子了 其實是相當於爆發了一場 巴勒斯坦人的內戰 那法塔赫呢被打敗被趕出了加沙 他的勢力就退回到了約旦河西岸 而哈馬斯控制了加沙 在此之後哈馬斯其實是具備了一個加沙自治政府的雏形 但是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他 有少數國家承認他作為抵抗組織的身份 所以加沙這麼多年啊 從2007年到現在實際上呢 是被一個大型的幫派團夥所控制的都市 哈馬斯背後的金主主要是卡塔爾王室和伊朗 而伊朗背後的大老闆呢又是中俄 哈馬斯仍然堅持他非常激進的反油反美立場 不時的發動襲擊 這是去年十月份哈爾戰爭爆發以前的背景 那時間拉回到今年六月份啊 以色列通過美國提出了一個臨時停火方案 就包括哈馬斯得釋放人質 以色列同意每天向8人聚居區運送600卡車的人道物資 還有呢就是接下來就長期停火繼續談判 那六月份到現在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啊 戰爭的激烈程度應該說是有大幅度下降 以色列在加沙還有更加南方的哈馬斯據點拉法的攻勢呢 也是時打時停 但其實軍事行動一直沒有停止 因為以色列內塔尼亞湖政府啊 其實現在它的處境也很尷尬 它幾乎成了一個夾心餅乾 一邊呢是受到了美國的壓力 美國要求它停火 結束人道主義災難 美國是支持以色列立國的保證 內塔尼亞湖就算是不甩拜登啊 就是拒絕美國的提議 但是它也不可能一直這麼硬氣下去 加薪餅乾另一層的壓力呢 是來自於以色列國內的右翼保守勢力 所以他們就威脅內塔尼亞湖 在消滅哈馬斯之前 你要是敢慫了啊 就聽了拜登的話 那我們就會推翻你 所以內塔尼亞湖沒有辦法 就是一邊說要談又一邊要打 就這麼拖著耗著 是盡量憑藉精準的情報 在這段拖延時間內呢 去殺傷哈馬斯的有生力量 清除它的領導層 就這麼耗著耗了八個月的時間 美國政府現在就認為 加薩的人大主義危機 到了一個很嚴重的程度 再這麼耗下去就會顯得 美國在中東的角色太弱了啊 好像這麼點事兒啊 你的小弟你總是管不了 老是說服不了以色列 那這樣也會影響美國的全球領導力 所以呢就會有即將舉行的 拜登和內塔尼亞湖的會面 最終的目標啊 是想達成一個長期停火方案 但是美國經過了和以色列政府的 反覆幾輪爭吵吧 其實呢也是達成了一致 也是美國政府認為哈馬斯 是不能夠參與到未來 巴勒斯坦的政治重建過程中來的 它應該從名單上被除名 拜登和內塔尼亞湖的會晤呢 是幾個星期以前就確定了的 這就讓中共有時間搶了個先機 所以就有大家看到的7月21號到23號 在北京所召開的巴勒斯坦十四邦大會 目的呢就是讓法塔赫 這個巴勒斯坦人當中的所謂名門正派 來吸收哈馬斯 其實說白了是個啥 就是來一個巴勒斯坦版的國共合作 你看1936年中共在陝北幾乎面臨富王的邊緣 國民政府擠入大軍 從不同方向進攻陝北蘇區 就和今天哈馬斯的處境相當類似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 讓蔣介石被迫接受那個抗人民族統一戰線 容納中共 蘇聯為促成這個抗人民族統一戰線 也是不遺餘力 而今天的中共就是當年斯大里那個角色 而今天的哈馬斯呢就好比是1936年的中共 當然法塔赫並不像當年的國民政府 法塔赫並沒有像蔣公 繳共那樣去繳哈 繳哈的是以色列 所以咱們這兒呢 只是一個大體形式上的類比 以便於觀眾理解歷史是怎麼押韻的 這個巴勒斯坦十四邦北京大會 其實本質上講啊 它就是中共統一戰線理論的一個中東版 是外交部活學活用習近平外交思想 交的一個最新作業 如果說這個活動有成果的話啊 就是法塔赫和哈馬斯原先本來勢不兩立 眼看著哈馬斯就要被滅了 這次居然也學國共合作 來了一個法哈合作 就算是給習近平了一個天大的面子 應該是夠習總顯擺一陣的 那法塔赫為什麼這麼做呢 它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耐人尋味 也許啊 法塔赫也是面臨著當年和蔣介石同樣的壓力 就是看著在加沙和拉法的同胞們 一天天死去 法塔赫如果只是關心對手哈馬斯的滅亡 那恐怕在戰後 在同胞當中會大失人心 會被唾棄 所以呢迫於這個壓力啊 只要有大國出來斡旋 它就得接過橄欖枝 表示我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忠實守護者嘛 再加上中共支持它去掌控加沙 挺它作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政府 是北京大哥出面幫它摁平了十四邦里的其他山頭 那當然法塔赫也很高興 於是就欣然允諾 那中共的介入呢顯然對以色列是非常不友好 也是非常不利的 這讓局勢大大惡化了 哈馬斯以這種法哈合作的方式改頭換面的存在 具體是哪種方式咱們還不知道啊 也許中共那邊可以提供工農紅軍 改編成巴魯軍和新四軍這個歷史經驗 供他們參考 也許呢這個哈馬斯的殘餘分子 未來會成為巴勒斯坦的警察部隊 安全部隊的組成部分吧 總之呢 這一次中共為以色列設置障礙 算是力道最大的一回 所以才說會徹底的激怒以色列嗎 會有多怒呢 那基本上是以色列以前怎麼看卡塔爾和伊朗 那今後看待北京的眼光也會很類似 因為哈馬斯是伊朗的小弟 現在伊朗都保護不了哈馬斯了 不是剛剛以色列炸了一回伊朗嗎 伊朗都慫了往後縮了 怎麼著啊 習總跳出來接盤了 習總在這裡表現就像一個中二青年一樣 是越過了伊朗 直接充當了哈馬斯的保護人 那你說 以色列能不恨得牙根癢癢嗎 眼看著打鬆的伊朗就要剿滅哈馬斯了 結果被習近平給保下來了 習總也果然是智商感人 所以到這一步呢 也讓以色列和北京之間沒有緩衝層了 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 它並不算是世界大國 但是它背後是整個猶太民族 而猶太民族在全球的科技界金融界 教育界和傳媒界有著重大的影響力 公開包庇猶太民族的仇敵 那當然也是危害了整個民族的安全 那這個後果呢 會從其他許多渠道逐步地滲透出來 這是一定的 不一定那麼直接 但是我們會看得到 講個故事啊 今年5月份 我去多倫多市中心辦了一次事情 就想把車停在多大Hot House Circle的地下停車場 結果到了地方一看呢 路已經被封了 我就在附近另外找了一個地方 街邊停車 然後呢 就想瞧一瞧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封路的 結果去到Hot House Circle一看 它那個中間的大草坪上啊 原來是多倫多大學的學生在那裡扎贏抗議呢 多大學生就是抗議以色列 支持巴勒斯坦 而學校的反應呢 是不僅把路給封了 還把整個那個圓形草坪周圍都設置了擋板 就把這個抗議區域和外面的道路完全隔開了 從行動上到視線上都隔開了 你就看不到那個抗議區域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呢是只能透過這個擋板的縫隙看到裡面有幾頂帳篷 然後呢從擋板的上方看過去有一些巴勒斯坦的旗幟 還有學校的保安在路上巡邏 確保沒有人衝破封鎖線內外聯絡 而且呢當時也確實看的人都沒幾個 沒有幾個路人 多大學生的抗議就抗了個自娛自樂 所以校方只是最低程度的保障了學生的表達權力 把影響力是盡可能壓到了最低 那它體現出是一個什麼態度呢 就是反遊這個事兒在西方社會已經觸犯了底線了 雖然學生們打著支持巴勒斯坦的旗幟 但是這類活動的實際內容我們都知道 是聲援哈馬斯的 是同情哈馬斯的 在西方大學這種非常左的場合都要限制這類活動 都是這種態度 那麼現在中共幾乎是站在前台公然庇護哈馬斯 那請問會給西方社會帶來怎樣的觀感呢 會給整個猶太民族帶來怎樣的觀感呢 其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呢 就可想而知了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本來就打算和歐美脫鉤來著 不怕我們的朋友變天下 那就要說到剛剛又有一個老朋友也翻車了 孟加拉國總理哈希娜剛剛訪問了中國 所要50億美元的融資 對孟加拉這種國家來講呢 這就算獅子大開口了 結果呢是熱臉貼到了冷屁股上 受到了中共的冷遇 只拿到了1.4億美元的援助 這位女總理和習近平的會面 加上翻譯也不超過半小時時間 那差不多就是賓主落座寒暄幾句 到了以後住得慣嗎?住得慣 休息得好嗎?休息得好 吃得慣嗎?吃得慣 烤牙好吃嗎?好吃 那好就吃好喝好散會 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個節奏 基本上正事沒說幾句就散會了 連負責的官員外長王毅都沒有和孟加拉國代表團會面 就搞得這位女總理灰頭土臉 很下不來台 原定訪問是四天 結果呢她是以女兒的健康為由提前一天回國了 孟加拉國也是一帶一路戰略上的重要一環 也是所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 中共呢一邊盛情款待巴勒斯坦十四邦 卻對一帶一路上的一個重要夥伴這麼冷遇 什麼原因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孟加拉國當下發生了比較大的政治動盪 前途未明 這個時候啊 先別說中共有多少錢 很可能中共也沒什麼錢了 但即便是有錢也不適合再投給它 孟加拉國的社會矛盾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 近年來青年失業率很高 食品和燃料漲價非常嚴重 而政府工作呢是旱老保收 大約政府提供的工作崗位在整個孟加拉社會 占到了30%左右啊 所以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夠考上公務員 端上鐵飯碗 但是孟加拉國和很多欠巴達國家一樣 有敬畏分明的特權階層和普通人階層 當權者呢是把優質的工作機會分配給特定的人群 而這些人呢是政府的長期支持者 所以就類似於中國的什麼郵政二代、煙草二代、銀行二代這種情況 在孟加拉國也非常普遍 老百姓呢今年日子過得太苦了就決定不忍了 以青年學生帶頭就發起了抗議運動 政府是對抗議進行了血腥鎮壓 在這種國家啊 因為拿槍桿子的人啊 這些長期效忠者呢 本身是政府體制的受益者 所以政府機器早期的鎮壓通常是會比較有效 孟加拉國正處於全國斷網的狀態 很細節的消息傳播出來 而且正在實施宵禁 據說在抗議當中已經有上百人死亡了 但是一個高度不受歡迎的政府 即便它不被推翻吧 動亂之後 大家也會選擇不配合躺平 也會搞得百頁凋敝 所以這個時候再去援助它 就很有可能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就不太明智了 所以中共在這個時候就猶豫了 給女總理哈希娜來了個冷遇 那這個事情本身所說明的是 一帶一路投資的風險很高 它所進入的那個地區啊 本身就是有高度政治風險的地區 這些地方沒有連結的政府 高度社會不公 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係 一到乾柴烈火社會就會動蕩 那你的投資就有去無回了 這個一帶一路方案設計的初衷 是去找西方和俄羅斯這樣的地緣大國 他們影響力的空白地帶 先去把這些地帶納入自己的麾下 就如同在東漢末年 曹操佔據中國北方 孫權佔據江東 那劉備就要先拿下荆州 然後再往四川去一樣 你就不能夠去中原和江東和曹孫兩個人爭了 你就得拓展地圖 這個一帶一路就相當於當年劉備的入川之路 不過國際資本之所以多年不往那個地方去 它是有原因的 基礎建設的投資周期長回本慢 它需要長達幾十年穩定的政治環境 還有持續健康的經濟成長 那這些國家都不能夠提供這樣的制度環境 所以他們必須首先在政治制度上做出根本的修正 對國際資本才有吸引力 但是習總是不管這個的 他就一頭扎進去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 一帶一路的越發爛尾就顯得不可避免了 孟加拉只不過是提供了新的一個例子 只不過這一回呢是中共自己毀奇了 因此我們總結巴勒斯坦十四邦北京大會和孟加拉爛尾 顯示出習近平那個真實的外交思想體系是什麼呢 其實太簡單了 基本上就是美國人反對誰我就支持誰 美國人反對塔利班 美國人反對哈馬斯 那我就支持他們 我就給他們出路 美國人不去哪我就去哪 你看孟加拉 美國人不去投資那我就去投資 那這大概就是很多人所說的歷史垃圾時間 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應吧 那麼好 今天的時事話題我們就聊到這兒 明天是星期四 在咱們的會員網站文昭.ca上有更新 我是想來進一步聊一聊 後中共時代的中國 會不會重複那種榨取式的王朝 興衰輪替的老路呢 為什麼有一些國家不斷地重複革命 然後壓迫 然後再革命的老路呢 這個無解的死循環 我們明天就在會員網站上來破一下這個夢 大家都知道 在醫學上 對症失智是可以緩解症狀的 比如你疼就給你吃止疼藥 你發燒就給你吃消炎藥 但是它只能夠抑制症狀卻治不了病 你必須知道病的生成機制 得在病理的認識上有突破 你才治得了病 治一身如此 治國也是同樣 你說這個國家有壓迫 於是你就革命 但是革命完了以後 它就相當於吃消炎藥 你把燒退下去了 然後接著壓迫 難道接著革命嗎 所以你得知道 這個社會不公它的形成機制是什麼 法國的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是這麼評價南美洲的革命群眾的 南美洲老鬧革命 所以托克維爾就評價他們 你看那些人 他們不是在受苦受難 就是在違背作歹 那我覺得把這句評語 用在許多中國人身上 應該也是合適的 大家應該沒意見吧 那明天咱們就來聊聊 這種惡性循環是怎麼形成的 在文昭談古論金這個YouTube頻道呢 咱們就是星期五再見了 謝謝各位